让人回味无穷 又有独特香味 并且包含了酸 甜 苦 辣咸 像极了人生摆味 如果你喜欢 还能够保留一点原味的酒壮大肠 如何做 才能够让人无表情 并且愉快地吃完呢 那么接下来将会用详细教程 为您揭开这神秘做法 让您在家里面躺在床上 也能够享受这独特味道 那么首先第一步是准备新鲜的肥肠 尽量采用肠壁较厚的大肠头 这样套出来的肠段 成型效果会更好 而且口感也会更加的饱满 下一步进入让人十分头疼的清洗环节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少许白醋 揉捏揉搓均匀 充分的利用盐跟醋的腐食性 清洗掉大肠内壁的粘液跟意外 抓匀过后再倒入少许面粉 再一次的揉捏均匀 这一步是充分利用面粉的吸附性 以及粘连性 这样能够让大肠清洗得更加干净 彻底 然后倒入清水进入第一轮次的冲洗 接着继续倒入少许的食用盐跟白醋 倒入面粉抓捏 揉搓均匀 以确保大肠内壁的异物跟异味得到彻底清理 然后倒入清水进行冲洗 反复冲洗直到随便清测为止 当然如果喜欢原味的朋友们这一步完全可以剥裂 或者故意保留一部分 彻底清洗干净过后将大肠进行翻面 翻面过后再调隐藏在大肠外壁的淋巴组织 以及多余肥油防止油多生力 当然如果喜欢吃的略肥一点 可以适当保留少许肥油 摘除过后同样进行清洗 同样加入食用盐跟白醋 揉出均匀过后再加入面粉 由于异物跟异味主要集中在大肠内壁 所以大肠外壁只不过只做一次 再加入清水冲洗干净 直至水完全变成清澈为止 接着将大肠再一次地翻面 同样加入清水将这一面 在上一步骤清洗时 倒灌的少部分异物清洗干净 以做到无故意保留 然后再一次翻面 九转大肠当中的酒 在阿拉伯数字当中最大 由此也寓意者大吉大利 而转则是寓意者复杂的烹饪工艺 以及让人头疼的清洗环节 彻底清洗干净过后进行套肠 从大肠头部分进行翻面 一定是让大肠内壁朝外 套置大肠一半的长度 然后将大肠的另一端进行翻面 套肠的目的是让成品更加的紧实 饱满 成型效果更好 翻面这连接部分进行反套 让大肠的两端刚好对齐 这里就是三套肠 如果采用中段的大肠 肠壁较薄 可以使用四套肠 就在大肠左前 将肠的两端固定 中段也要固定 这样能够更好的成型 套好的长一定是大肠内壁朝外 再将一些凉水加过进行焯水 加过去行长间套虫 将少许得过多白酒 用大火烧开过后打掉浮沫 再持续将大肠充分焯透 焯熟 接着落水分入温水当中 将其彻底的清洗干净 这是保障高品质成品的基础 下一步准备一组香料配方 准备八角两颗 桂皮一块 香叶几片 丁香三颗 红花椒一颗 小茴香两颗 白胡椒三颗 白扣几颗 白纸一块 杀仁两颗 炒果一颗 山类一块 那么这组香料配方是跟巨肥叉的特性而良心打造 具有重点去除战衣尾 火柱真香 但一定不能够盖灰蝉的原香 然后加入没过香蕉的开水 盖上盖子避风泡发15分钟 由此来去除香蕉的药味跟苦舌味 接着用清水淘洗干净 装出纱布袋中 再加速拍破的老姜两块 爆炸起来 备用 下一步准备一锅开水 加入少许食物原肉底味 准备好的香料包 先为小火煮它个10分钟 煮出香料包的香味 再下注准备好的大肠 用大火烧开过后 再拧用少许的高度白酒 让肥肠谨慎的新衣味 随着随身寄生法而挥发 接着转小火炖煮个70到80分钟 记住一定是采用小火 这样能够保障大肠不裂开 同时能够使其深度的入香跟入味 最重要一点是 小火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肥肠水分不流失 而保障口感 煮出时间到了过后关火 再门泡个20分钟 从而让汤真的余温加持 让大肠的口感变得更好 更加的入香入味 浸泡好了过后捞出放入凉水当中 进行降温 冷却定型过后 切出来的成型效果会更好 接着将大肠揉出 炸上除菌定型 这个都呈3公分长度的小段 切好过后在锅里面加入宽油 以后6层加入准备好的长段 将大肠表皮杂质微微脱水洗皱 这样能够很好的激发出大肠的原香 并且有助于去除异味 然后捞出备用 浇一步在锅里面加入清水半斤 加入红菌米5克 用大火烧开过后煮大概3-5分钟 重复地煮出红菌米色泽 在锅里掉红菌米产渣 将红菌米水出锅装碗备用 下油部在锅里面加入烧去底油 加入冰糖50克 在小火将其炒至融化 炒至冰糖融化过后 再加入白砂糖50克 两种糖混合 它们炒至出来的色泽不仅红润 而且有光泽 将两种糖炒至成糖浆过后 等糖浆由小泡泡逐渐变成大泡泡 并且大泡泡开始破灭的时候 加入准备好的红菌米水进行取舍 持续烧开个2分钟 会发掉在炒制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焦虎味 然后出锅装碗备用 那么一碗环中带红 能够复以九状大肠 不一样的色泽的 复合糖设置转成 下油部在锅里面加入色拉油一勺 再加入少许姜蒜末爆香 爆香过后加入清水引擎 然后加入准备好的大肠 调出准备好的糖色 我们将油20克再一次的补补装 生抽60克底线提味 调油30克 耀油20克 使用盐少许 层出80克 重点来了白砂糖120克 砂糖一定要多 因为熟成的阶段 完全要靠糖融化过后的稠度 来进行勾芡 用大火烧开过后 盖上盖子 焖煮个6-7分钟 让大肠重复的肉香入味 且散色 焖煮时间到了过后开盖 接着等大火来收汁 收汁摊正浓稠过后调入灵魂山粉 胡椒粉一勺 肉桂粉半勺 沙热粉半勺 肉桂跟沙热都是苦香香料 所以这带苦味 因此量一定不能太大 再淋入花椒油5克 继续拌匀 拌匀过后将大肠进行翻面 翻面过后再一次将其拌匀 最后淋入少许料油亮芡 同时能够防止芡震凝固 再一次的摇匀 拌匀 然后关火 砖盘 最后淋上少许料油凉芡 盐芡震 点出少许香菜 那么一道酸 醋酸 甜 砂糖甜 苦 砂热肉桂苦 辣 胡椒辣 咸 盐咸 酸甜苦辣咸 一道像极了人生百味的酒壮大肠 真是自主完成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一定要转发收藏起来 为您最讨厌的人士上一把 最后尝上一口 这复杂的味道 这口感 跟这小香味 一定要慢慢尝 细细皮 会别有一番韵味 那么最后这味道就一个字形容 生讨